这一节我们画这个 它是一个色稿 但是它这个画面呢 它是一个这种 整体来说呢 它是一个偏暖的一个色调 一个是偏暖 这是一个色调上的 一个是偏短 那还有一点呢 它又是一个就是说 相对的它是比较 就是里头呢 缺重色 重色呢 它是比较小的 没有重色 缺重色 整个画面是一种亮的 暖的一个调子 这个形呢 我们要把它确定好了 然后这个底部呢 在这儿 这个口呢 它比较小 没有那么大左右 你看它这个中线 底部呢 在这儿 这个苹果呢 挡住了一个 挡住了一个口 这个很关键 这个要画准确 就是造型特征呢 一定要画准确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 它这个整体画面的一个 涉及到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问题 造型 透视 这些呢 都是画面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苹果小一些 这个橘子呢 更小了 更小了 交界线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好 然后再下来呢 是它这个葡萄 注意它这个造型 然后这个里边呢 还有一个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火龙果 火龙果呢 它在后面 我们刻意的 就是有意识的 主观的 给它处理小一点 小一点呢 它会怎么样 它就会往这个 后退 大了之后呢 往前跑 这是盘子 盘子的形 好 这一块呢 有个整个你看 它这个物体呢 是一个 物体的分布呢 非常的集中 非常的集中 整个画面还是比较有 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画面 非常稳定的画面 然后主色秤步 从这儿过来 然后过来 这儿有个小的刀 好 这是它这个画面 然后我们开始把它这个吊子呢 给它铺一下 大的背景 背景颜色呢 它 注意它虽然整体来看是暖调子 但是背景它相对来说偏冷一点 背景相对来说偏冷一点 我们铺色的时候注意它这种关系 最接近哪个颜色呢 比如说像这个灰 还有这个 比较纯的 然后这种纸和 绿色 它纯度呢 也是比较低的 纯度的非常低 没有特别纯的这种颜色 所以我们要注意它这个 整体它是一个黄的暖的色调 但是它背景它整体还是有一些色彩的 它是一个人暖关系呢 还是要有 冷暖的关系呢 把它控制一下 这背景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灰的 一个灰色 然后到了台布上面 它是浅色的 我用一个这种小一点的笔 小一点的笔 它前面它就是用这个颜色 因为它前面这个布子它非常的亮 一个是亮 一个呢 它是浅 整体来说我把它纯度上的低一点 它的明度上它肯定比白布 黄布嘛 它肯定比白布它要重一些 但是也不要就是卡的特别的这个 就是让它感觉到非常的 轻松动一点 什么松动呢 你看我画的过程中呢 它在里面再去调上一些颜色放上去 那这个时候它这个颜色出来 它就会就会显得 自然就会比较丰富 它这个后面远处呢 它是往后面走呢 它程度是降低了 程度降低了 并不代表它就变色了 还是偏黄的 它整体看 你看这和这它差别很大 这个要让它往开着拉 这个要让它往开着拉 然后下来就是这个前面 好 然后这个面呢 它是偏黄的 这个时候就大胆的用黄色 该用橙色的用橙色 该用黄绿的用黄绿 大胆一点再去 但是不要过于纯 这个里面呢还是要稳住 这样也不要太纯了 好 这是这个面 你看整个它这种色调 通过这种 暗的 然后灰 灰的 然后这个白亮的它就亮了 通过这样的几个色块呢 我们能把这个关系给拉开 你看背景的颜色在底下 然后这个黄的衬布的颜色在这儿 然后前面暗的颜色又在这儿 从这个画面上的这个关系就是要开一些 拉开一些 然后再看这个白 这个白布 还是先去取上白色 因为这个它比较亮嘛 所以说 一定要把它重新换一块位置 这下里边呢 稍微加点黄就可以了 一点点 因为它整个画面亮起来 好 hy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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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后面的远处松动一些 整体的色调控制住 这是整个画面的一个关系 后面这个可以枯笔 什么要枯笔呢 就是这种干干的这个感觉 毛毛的干干的这个感觉 让人会感觉到有偏虚 这个很重要 然后前面就实一些 这是整个画面的这个色调 非常统一 就是一个同类色的应用 然后再下来我们铺这个物体 物体的时候呢 体就小一点 笔呢 换小一点的笔 木体实践在这儿画 因为它最亮的 直接用这个柠檬黄 柠檬黄和这个白色调和起来 最纯的地方 就这个颜色 注意这个用笔 用笔上来放松一点 然后下来是这个橘子这个颜色 这个旁边那个绿 灰的 我再降低一下纯度 它不在这块 位置不在这儿 这块在这儿 我一会儿头也会把它压着 然后再往前面走呢 它是橘色 好 然后再后来呢 是这个后面的这个火龙果 火龙果它的亮度呢 给它灰一些 程度低一些 时间 等下来 都在这儿了 没有什么 呢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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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我这个纯度呢 都比它提的比较高了 整体 但是它是一个关系 它不是说所有都高 但是它之间呢 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秩序 它并不是所有的最高 画面可以整体纯一些 可以整体灰一些 但是不管是灰的 偏灰的偏纯的 但是你这个色调呢 整体的这种秩序呢 画面的秩序 这个是不能乱的 这个葡萄呢 算是这个画面里边 相对来说呢 还是偏重一点的颜色了 所以我们铺的时候放松一点 是这个画面里边的 也就是这个画面对 还有一个拍摄 然后再来 把这个躺下来 把这个位置完蛋了 所以在这个角度 就像这个两个小端 我看这个位置 好 这是这块 然后再下来就是它的盘子 盘子跟上 这块盘子要放最亮 最亮的颜色 但是这第一遍铺 它并不是说 就完全就铺上就好了 它是 这个白的 它这个罐子也是偏亮色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这种区别 注意一下它整体的区别 它和盘子的关系拉开 罐子暖一点 盘子冷一点 它们的关系它就能够区别开了 然后冷一点的颜色 然后冷一点的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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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了这个底下它有黄的 就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它反光一样 偏黄 这个要拉开 拉开一些 这个整体的罐子它就出来了 然后远处它这儿有一个小的口 这个小口 然后还有它这个后面这儿还有个 罐 这是一个面的测稿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再接下来把它这个投影啊 它压一下 投影 还是这些灰在这些灰色里面呢 去找出它的变化 调出一个比较重的 一个偏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又重又偏黄 然后同时呢 还有色相 有个地方发暖 有个地方发暖 这个感觉 这个前面要是后面呢 这个主体上面要给这个旁边 这个前面这个面要 要重啊 好吗 好吗 这个灰一些 灰一些 这个是什么 是它这个杯子的 汗子的颜色 注意它这个 火龙果 颜色在这 然后白布的这种 白布上面的这些颜色 投影 它是这个感觉 它这个是一个 光从右边过来 物体投影都在左边 这块就画反了 一会儿在提的时候再给它反过了 投影一压 它一个面的这种色口 也会有体感 就是物体和这个衬布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就会相对来说 就会拉得比较开 虽然说它是一个面 但是这种关系 拉开之后呢 它这个画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么多的一种 就让它看上去呢 非常的怪怪的 乱七八糟的那样的东西了 整体的暖光 就是暖暖的这种光的感觉要画出来 这是一方面 它有这个盘子里面的投影 好 那这个一个面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开始压暗部 压暗部 这个上面的这个面 准确性要注意一下 好 准确性一定要注意 这准确性非常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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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形呢 给它稍微收一下 它的受光和背光 这个关系要对 这个关系对了就可以了 好 受光背光 一个是 这个交界线这种错开 不是连的齐齐的 好 这个就可以了 好 好 然后我们画这个水果的暗部 水果的暗部 还有冷的地方 还有暖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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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好 好 好 这个可以 然后橘子也跟上 它的暗部灰一点 直接加这个灰色 这是一个万能灰 直接都能降低纯度 旁边的这个果子 这个绿果子 当这个暗部型是这样去压 压上之后 还要去收它的量部型 不止这样压一下就出来了 肯定还是要去反复的去推敲的 这是这个杯子的口就这么简单的一笔 若隐若现 注意我们画的色稿 所以说千万得要在细节上面纠结 这个时候真正不能纠结细节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火龙果上面的这个型 但是它上面它不只是亮的 还有暗的型 还有暗的型 这个里头 这个里头呢 这个火龙果简单的给一下它的造型 它后面它炸的比较高啊 就那个叶子 但我们基本上能认出它是一个火龙果就可以了 然后下来就是它的这个葡萄 然后再把它这个葡萄呢 也给它根一下 包括它这个上面呢 它这个里头像这个火龙果 火龙果它这个叶子呢 每一个叶子下面 它有一个这种重的影子 可以把它跟一下 简单的跟一下 好 接下来往下面走 好 这个同样灰的颜色呢 把它这个 上面的这个 只要跟一下 我再把它这个画面的这个水果 这个水果的型呢 再给它收一下 有些地方呢 非常非常的亮 收型 好 然后这个前面这个橘子 或者是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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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然后再下来呢 就是这个右边的 这个绿色的梨 感谢观看 前面呢 还把这个小的葡萄呢 有点跟着 好 然后再下来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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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葡萄上面呢 有适当的这种反光 还映射 也都给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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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它后面的这种果农果 包括它这种偏深一点的这种绿 就是叶子 叶子并不是全是这种浅的叶子 它也有偏深一点的 叶子并不是全是这样的 叶子并不是全是这样的 好 再把它盘子提一下 因为盘子它是这个画面里头最亮的颜色 但是盘子最亮的 然后稍微从冷暖上来讲 它稍微冷一点 因为这个罐子它是冷暖的 所以这个盘子就给它冷一点 最亮的 但是最冷的 然后稍微的一个颜色 这个盘子增加 然后稍微的这种项目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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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呢 观看 这个地方 热一点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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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个画面相对就比较整了 它是个非常整的几个色块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然后它这个上面它有反光啊 这些小的变化 小反光它跟一跟 非常灰啊 有个地方它是偏暖的 有个地方它是偏暖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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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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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呢 就是它的高光 点点 包括这个后面 包括这个后面 是最后面的 这个上的非常非常地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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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在呢 我们画到这就可以了 主要是这种大的色块 以及它的造型呢 要控制好了 最后就是这个画面 画面的这个关系 一定要把它收一下 尤其它这种衬骨啊 这种亮色 就该亮的呢 要亮起来 让它这个光感 就是这个投影的旁边呢 一定是偏亮的颜色 干一些 颜色干一些 纯 亮一些 这种颜色 才能够亮起来 这样几笔呢 它就亮起来 这样几笔呢 这样几笔呢 它就亮起来 这样几笔呢 它就亮起来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 这个后面呢 该亮的 亮起来几笔 就包括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 它的罐子的投影 不要忘掉 这样稍微加一下 它就不一样了 就会看上了 就会润一点 就会儿子 看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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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